請問部長 部長 洪委員好 部長好 首先我先問一下 請問部長勞基法是不是保障勞動條件的最基標準 對勞基法就是我們的一個最基本的一個底線 好 那我想部長應該也知道說 醫師長期工時過長 那以及他的一個過勞時的狀況其實層出不窮 那我想請問一下部長 你知不知道現在的住院醫師 他的一天的平均工時大概有幾個小時 他們現在一週超過88小時一週 所以每天大概要14到15小時 基本上現在的住院醫師平均都會超過14個小時 那有一些會高達17個小時 那請問部長你覺得這樣的工時會不會太高 我們一向都認為它太高 我們也希望能夠盡快改善 好 那現在因為醫師這個職業還是被排除在勞基法之外 那不受這個最低的這個勞動的一個條件的保障 好 那其實衛福部喔 他有很明確表示說 他現在還不適宜納入勞基法 那部長也曾經說過 你沒有反對醫師適用勞基法 但是因為勞基法的這個彈性不足 還不適用醫生的工作的需要 所以我想要請問一下過了這段時間 部長現在的態度是什麼 我們還是一直在跟衛福部談 就是因為為什麼醫師暫時沒有辦法 立刻納入勞基法 因為勞基法的話一週公尺就是40小時 但是他現在一週88 我們變成立刻要減少醫師工作時間一半 那麼很多病人的照顧權益就會受到這個影響 所以我們跟衛福部談的是希望能夠逐年增加醫師的人數 然後逐步的降低醫師的工作時數 來達成這個目標 好 部長 你說你跟衛福部有在了解這個狀況嗎 那根據衛福部的一個規劃 他是認為說可能要到2023年 這個時間 這個醫師才有可能納入勞基法 也就是說政府也不能保證說 2023年的時候醫師他可以納入勞基法的一個保障 那我想要請問喔 部長你對於2023年這個期程 你有什麼樣的看法 目前衛福部有提出一些他們的這個推估的時程 但我們在跟他談判的過程裡面 我們一直認為這個時間希望能夠再縮短 就是我們目前的態度是如此 那希望縮短到什麼時候 因為這樣子看起來2023年大概還要來個8年10年左右的時間 才有辦法把它納進來 那勞動部這邊的一個想法是 因為這個還是 衛福部我們只能不斷的希望壓縮他的這個時間 但是能夠壓縮到多少 還是要看衛福部他就是能夠更多提供多少的醫師 那麼病人需要照顧的這個程度到什麼程度 所以沒有一個比較明確的答案嗎 那去年部長在10月23號也在立法院承諾說 要啟動勞基法的一個修法營益小組 然後來研究醫師納入勞基法的這個問題 那請問現在比較具體的一個結果是什麼 我們現在就是對於就是不只是醫師啊 我當時是講的是針對各種的這些服務業 因為醫師這些都是對人民提供服務的一些業別 不只是醫師其他行業都有類似的問題 我們希望能夠做一個全面的考量 我們也已經啟動了這個一個專案小組了 我們內部已經開始在徵詢各界的意見 那所以就是這個目前還沒有一個具體的一個 就是規劃跟做法嗎 到目前為止 因為現在因為這事情實在牽涉到太過錯綜複雜啊 因為醫師跟教師一樣 他都不是片面說我們解決的這一面的問題 他還有相對應的這個病人的權益的問題 當然啦 部長如果今天不是複雜的問題 就不會需要我們的政府來幫我們解決這樣的問題啦 但是我比較想要知道的是說 我們衛福部跟我們勞動部要解決這樣的問題 還要多久的時間 還要來個八年十年這樣的時間 醫生沒有那麼多的青春沒有那麼多的生命 可以讓我們在這邊消耗 我今天只是要表達說這樣的時間對於醫生來講 我覺得太久了 好 那這件事情我覺得 我只是表達讓部長知道 那也希望你們能夠加快腳步 跟衛福部這邊一起來共同來討論這件事情 我們不希望這時間拉得這麼長 謝謝委員 那我也要說到說 因為衛福部一直被批評說 他沒有捍衛醫生的權益啦 那醫生是捍衛我們健康的人 如果今天衛福部不能捍衛 我想請問一下勞動部這邊能不能站出來捍衛 我們捍衛醫師的權益 那就會傷到了這個病人的權益 所以不是勞動部片面可以去執行這個任務的 好 部長我不認為說 這個醫生的問題 好 那再來我要進到就是 我們在去年12月9號 勞動部這邊發布修正的勞基法施行細則 在12月16號院會這邊交付委員會這邊來進行審查 那其實本來這行政命令應該是被查就好 那會變成審查就是因為勞動團體 跟所有勞工的一些比較多的一個反彈的原因 所以後來改成審查 好 那勞動部這邊之前的一個回應是說呢 如果是實施週休二日為了公平期見 來比照公務員來辦理 來刪減這個假期 所以這個是勞動部這邊主要的一個利用嗎 我們當初做這個任何重大的這個政策 這個訂定都要做社會對話 當時社會對話的就是三個共識 一個公時縮減 第二個國定假日全國一致 第三個就加班時數要增加 就是大概是三個配套的 但是因為在立法的程序上他分階段來執行 好 來 那因為我們看到當時候的勞動部的說法是 要公平期見嘛 那我們來看一下就是 我們的勞工跟公務員的一個勞動條件的一個狀況 現在剛剛部長有報告 現在的一個假期的狀況 我們勞工其實好像有多放一天嘛 因為五一勞動節的關係 好 但是我們如果要說公平期見 怎麼樣才叫做公平 來 我們比照所有的休假 試病假 特休假跟產假這些 所有的都是公務員優於勞工 好 就以我們來講 以試假來說 公務員他一年有五天 他是有給薪的 那勞工他只要一請試假 基本上都是不給薪 以勞基法的規定 好 那再來 以特休來講 年滿九年的話 就是我們的公務員他有28天的假 但是勞工他十年才有15天 所以這樣的差距 我是想要問說 當時候講這句話的時候 到底有沒有仔細去評估說 這個公平到底在哪裡 所以其實我想要跟勞動部講的是 沒有什麼所謂的比照公務員 這是一個公平期見的基礎 這個表我們就可以看到 你的勞工其實你的一個就業越久 跟公務員的這個特休的差異 這個幅度就越來越大 所以今天我想要告訴部長的是說 沒有說要比照公務員 因為是公平的這個問題 好 那我想要問部長一個問題 那你知不知道為什麼 有大部分的勞工 還有一些勞動團體 他為什麼會這麼反彈這個政策 這個當然他們是認為 我們剝奪了他們的國定假日 不過我剛剛也要跟委員講 就是我們並不是說 我們要去比照公務員 是勞工當初訴求說 他們的工作時速要比照公務員 因為公務員已經實施週休二日 勞工一直主張要比照公務員 週休二日 就是一週四十小時 所以那比照當然就會 當初公務員實施 這個週休二日的時候 國定假日就有八天 是指紀念不放假 那所以你要比照的話 當然勞工也就是八天 應該是紀念不放假 我剛剛問的部長是說 為什麼他們反彈啊 那反彈的原因呢 其實是現在其實在台灣 普遍加班的這個狀況 還是非常的嚴重 很多的公司他都還是會加班 所以現在即使我們改成單週四十個小時 一天八小時 然後就是週休二日 其實在實際的狀況運作下 其實很多公司是做不到的 即使現在的規定是這樣 還是很有機會 在一般的公司裡面 還是要去上六天班啊 那另外來講就是加班費的問題 為什麼會這麼多的反彈 就是因為有很多薪資水準 比較低的勞工 他必須靠著這些 立假日的一個加班 來獲取他的這個生活的一個 補貼的金額 但是我們今天把它改成了 他是上班日 他在這個地方 他沒有辦法領到這些加班費啊 部長你知道這些錢 對於這一些最基層的勞工 有多少的影響嗎 這邊的勞動部這樣子的一個做法 幫資方一年省下了800到1000億的預算 那我是在不懂啦 就是為什麼剛剛醫師跟 醫師或者是兼職教師 要納入勞基法這個問題 到現在還在研議 可能要研議個八年十年 但是這個放假這個問題 只要就是工總商總這邊 出來講一些話 一個禮拜就搞定了 那我就想說到底我們是勞動部 還是經濟部啊 我們那個收入日誓研議了十年 然後我們要再開各地的工廳會 搞了一年半 那到了最後送到行政院 通常立法院這段時間 這件事情當然是討論的非常久 這個是弄得十... 這是從民進黨的時代一直到現在 對 真正的弄了十年 但是我是要想說 很多東西 不要只考慮到資方 請考慮一下最基層最基層 這些最辛苦的勞動的朋友們 幾個根本這個態度 就是勞動部一定是要考慮勞資雙方 因為如果說勞方通通照顧好 結果資方通通都沒辦法再投資 他不願意雇用勞工 那勞工的工作機會也會損失掉 我們必須要這樣考慮 好 部長 其實我這邊其實想要表達說 其實這樣的一個政策的改變 我們不希望去損害到 這些最基層的一個勞工朋友的權益 我今天想要跟你表達的是這個問題 好 那我想利用最後的時間 跟我們的這個趙偉報告 在去年的12月19號的這個頒布的 這個勞動基準法的施行細則 這個部分條文呢 因為在12月16號這個院會 他是希望交由委員會這邊來進行審查 但是這個第八屆的第八會期的 最後一次會議是在12月2號 所以呢 是不是請趙偉也向這個案子 來盡數的排進來做審查 如果再不提出這個 我們就是知道有這件事情 但是去默默的讓他拖過 然後進入的這個行政命令 所以這邊請趙偉再請幫忙這樣子 那這邊最後我們也提出 就是一個臨時提案喔 那希望就是我剛剛講的就是 勞動部這邊刪除這七天國定假日 他沒有考量到立假日應該發放這個 加倍的一個工資的這些問題 那實際去損害了勞工的權益 所以我們希望勞動部呢 能夠一週內提出書面報告 然後送交我們委員會 並撤回已發布的命令 那這是我的臨時提案 謝謝 好 謝謝